马大姐在杭州开网约车 她说4月13号凌晨一点多 自己接了名女乘客 可到了地方之后 乘客一直不肯下车 自己报警求助 结果被乘客打了 马大姐接的这单是从杭州皇后酒吧 保出路店到金地广场 她说凌晨一点45分 她从酒吧接上了这名女乘客 目的地已经到她不愿下车 然后在我车上耗有十几分钟 她就在打电话的状态 情绪特别激动的状态 当时她打电话是在说什么 她在跟别人吵架 我说美女到站了 目的地已经到了 她说没到这不是我的地儿 我也不清楚 她说还往前开 我也不清楚 当时乘客让你再往前送一把 为什么没有送 当时目的地已经到达了 乘客处于醉酒状态 而且接下来我又来了新订单 当时是酒位很大还是 对 眼看无法劝说乘客下车 马大姐说自己打了110求助 可这时乘客突然激动了起来 她说你打110呢 我说打了 上来就打我 把我的口罩 把我的所有东西都给我撕掉 然后挠我的脸 你看这儿 你看这儿 都是她挠的 然后又把我 全我的手机 全我的证件 全部给我撒在大马路上 你当时没有躲或者还手 我没有还手 我在驾驶室里面 我就打开安全带 开侧门 逃下去 马大姐说自己身高不到1米6 这名女乘客大概1米7 20多岁 后来就追着我打 打完她想跑 我说要你马上就来了 你别跑 就把她腿抱着 为什么要这么狠的 去打你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情绪特别激动 我也不知道 马大姐说 两组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 把两人带到了所里 自己也验了伤 乘客表示 给3000块钱私了 我当时拒绝了 没有接受 因为3000块钱 不够我的损失的 我的手机摔坏了 人受伤了 而且我还带我的物工 还耽误我不能开车 马大姐现在已经联系不上 那名女乘客 滴滴出行平台方面 了解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乘客是疑似醉酒乘车 当乘客到达了 指定的目的地以后 他表示并不在这个地方 要希望司机再往前面开一些 司机师傅当时表示 希望乘客能够在端上 更改目的地 这也是平台相关的一个规定 双方的因此 是闹了一些不愉快 管经理表示 目前平台接到了乘客 和司机双方的投诉 都说对方动了手 接下来会配合 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当天凌晨 马大姐将乘客送到后 双方产生了冲突 后续他们会尽力组织 双方调解 1818黄